Hello, 大家好 那麼 歡迎來到這個Keyboard Class 我是 Milton 那麼我現在就試一下在這裡 就 record 了這些 lectures 那麼 你們可以 我會放上 drop-off 你可以 playback 如果有什麼東西 miss 了 就可以 再重複一下 重溫一下 那麼我這個 lecture 就介紹一下 那麼 現在 因為有很多 computer screens 在這裡 所以要 有一點 要 teasing pains 開頭 要不太熟 為什麼用這些 這麼多 screens 在 computer 請大家多多 炮龍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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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oints 呢 首先 這個 introduction 今天講的東西 overview 首先講一下 一些 我們上課的形式是怎樣的 之類的 那麼第一課都會開始講一下 我們彈的基本方法是怎樣的 好的 OK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課程 這個所謂 Fly piano 這個課程 我都 我都在這 實行了 大概 一年多些了 都 和一般的方法 都有幾大的分別 但是 so far 都 都 都很受 大家的同學的 歡迎 也都很 多謝 你同學的 大家這麼熱心 去 一起學習研究 OK 那 上課的模式是怎樣的呢 一般來說 我們就有一個 我有一些 一個 lecture 大概是四十五分鐘左右 至一個小時 那 之後呢 在classroom裡面 我們有一些 單獨個人的review performance 有少少壓力 讓同學在其他 觀衆面前 可以有些機會 表演一下 那 那 回到家 最主要就是回到家 要怎樣去練習 當然如果不練習 就很難 很難有好的成績 那 除了練習之外 那 就找書 在網上 就看回這些 我現在的環燈片 或者這些video recorder video 我就會把大家的 email 就放在dropbox 所以 dropbox 是一個 file sharing 的 software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lecture 也看到很多 歌詞 一些song sheets 還有其他的資料 我有些video 就是 各種不同的彈法 我都會放在dropbox 那裡 那 還有另外一件 我很希望大家能夠做到 就是 你在家裡彈的時候 拍了一個短片 的video 就發送給我 你可以用email 也可以用Whatsapp 我會給我的Whatsapp 那個contact number 給你們 我在dropbox 那裡 也有一個video 說是怎樣 可以 tape 這個video 的一個 example 那 那 基本上 就有一個clam 的 device 就把你的電話 如果你沒有人幫你拍 或者不想有人幫你拍 你可以 把電話放在這裡 這個clam OK 就clam在這裡 就 make sure 那你放不住 有兩個 tape 就關著把電話 make sure 不要掉出電話 最重要 OK 把多個 tape 都好 我就不見到另一個 tape 但無論如何,把一張桌子放在桌上 或者把一張椅子放在桌上 把一張椅子放在桌上 就可以調節,可以在這裡拍攝 OK 拍完之後,你就在那裡share 就用WhatsApp或者E-mail傳給我 這樣我就很快有機會可以看看 我會E-mail給你一些評論 你自己有一個記憶的自己的進步 所以我很推薦你們 你們可以嘗試傳一個影片給我 OK 那麼 可能你們一開始就用得不習慣 這樣就要 不過一用開,適用之後就很方便了 最好你能夠傳一個影片說你是哪一位 以及你是哪一班 這樣 因為我有一些記憶不好 不記得那麼多學生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能夠開頭的時候 可以傳一個selfie給我 就可以幫我很多 我亦希望每一班有一個班長 能夠幫我 take care of 這些很多house keeping的事 所以你都可以 so far你都可以察覺到我在這個 course 裡面就用很多computer的東西 所以就有時我都經常說用computer 比用琴的更重要 所以如果你能夠熟悉一點用這個computer 就算這個手機都有很多function 如果你能夠熟用這個手機 就對於各方面都很有幫助的 如果你真的不熟悉怎樣用呢 希望有什麼同學在這方面精通的 都能夠大家幫助了 我會幫你們分享什麼資料 你們就應該在Dropbox那裏 Share 到 Sorry Dropbox Dropbox 就有這些資料 就有那些lecture sets 就有10個lecture 還有這個video的folder 就有一個file 就連結很多的video 是怎樣 show你們怎樣 不同的technic 怎樣play 那就是 你們 因為在那個lecture 上課的時間 就不是那麼多 review的時間也不多 所以 如果你們能夠回去慢慢看 這個應該就有幫助的 OK 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method 就是這樣 OK 那 所以 這個video 那 除了這個lecture 之外 也都有 最主要 就是 這些歌詞 其他的東西 so far 都不是那麼重要 最主要這些歌詞 就是有不同的歌詞 OK 我們有很多中文歌 英文歌 就算古典音樂 classic 我都放在這裡 如果你們想要什麼歌詞 就 這裡都有 但是 如果你想印出來 你就要 看看你那個system 你用的computer system 既然是怎樣 是最好的方法 引出來 OK 我就很贊成 如果你能夠習慣了 用一個tablet 來看這些歌詞 就方便很多 你可以全部的歌詞 放上去 想要什麼歌詞 那時候 就立刻可以call up 來看 OK 也可以很環保 不用每次人歌詞 OK 那 但是不是每個人習慣 我想 那歌詞 就 先看 英文歌詞 我每一次 就會 所謂 compile 這個set 這次 我們 好像說 如果我們這個 是第七的set 這樣 我就說 這裡有 大概 每一次十個歌 我們 課程 都是 或者 如果有什麼 想illustrate 我就用其中 其中 一首歌 來 illustrate 怎樣 怎樣彈 OK 或者 如果沒有chord 我們怎樣找chord 找到chord之後 怎樣彈 我就用這些歌 如果你不熟 那些歌 你也可以用這些 來做一個 reference 學一下 學一些新歌 我想介紹一些歌 給你們聽 但是 並不代表你們 只要彈這裏的歌 我 in fact 我在這個 Dropbox裡面 有很多 不同的歌 好像英文歌 好像我說 英文歌 我有一些歌 很喜歡 但是不在這裏找不到歌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個歌 我會說 怎樣在網上找到這個間鋪的歌 你喜歡的歌 歡迎你來彈 或者你交功課 或者有影片給我 來彈這首歌 我也會盡量 就算我不會 我都會盡量學一下這首歌 給你一些意見 就是這樣的 但是 所以你看到這個 那麼多的歌詞 其實就是 for reference 的 就是 如果你對那些歌不熟 我就說 ok 這些歌都挺好聽 挺好彈 每次都 拿一些新歌出來 這樣 也有新 有舊 有些大家都會很熟 也有些 可能 如果你看 我是歌手的 或者你會看到 ok 這個就是Dropbox裡面的東西 那 我也有個網站 不過那個網站 就是很 up to date 所以我就不說了 但是這個 十個lectures 我們 正說refered to 我就每一次 每一個學期 我都會 用這十個lectures 做基礎 repeat 它 所以如果你 上演十堂 你繼續的話 那些lectures 就會是 再重複 講一次 這樣 所以我就盡量 cover 在十個lectures 就cover了 我們 需要用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 是 一些 挺有用的 音樂的 方面的 資訊 這樣 那 可能有些地方 就比較 比較深一點 就 可能要聽幾次 才能 absorb 到 但是 應該 開頭那些 就 可以是 對你馬上 彈琴 就很有用了 所以 就應該 足夠 足夠 資料去 開始 玩 練習 和有趣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OK 講到 在唐授 歡迎你們 可以問任何問題 如果 因為有其他同學在這裡 如果你的問題 是比較 對於你個人 是 relevant的 我就會說 可以等到你 review 才幫你 詳細地 discuss OK 如果 有一天 我覺得 大家都會有興趣 我就會 再 盡量 講 一點 這樣 OK 也都有另外 一些 一個 point 上 bring up 因為我們的方法 跟其他 傳統的 很不同 但是 也都有相同的地方 一個很顯著的例子 就是 finger shape 是怎樣擺 或者 posture 怎樣 怎樣 這樣 在網上 都有很多的資料 所以 我就會 簡單的提過 但是 會 refer 你去youtube 之類 我想是much more efficient 自己去做些研究 就是 我可以 再重複講 這個course 都可以講 如果你想學得好 就是 如果你 要多些initiative 自己做多些功課 自己去 找新歌 嘗試學一下 找新歌 就是 除了 找歌詞 在這裡 你有 start from scratch 自己去網上找一首歌 甚至 五線鋪 怎樣轉 間鋪 或者court 怎樣轉 對於你的知識 會增加很多 另外一個我想提的就是 我們這個方法很注重唱歌 五奇 因為 我覺得 如果你能夠 唱熟了 對於你彈來講 就很有幫助 我們 不是說要唱得好 但是 如果你能夠 掌握那些 音符 像Doremi Faso 那些 timing 唱歌 那些時候 對你彈就有很多 可以講 你附帶 或者你會幫助你唱歌 各方面好些 因為我們要彈 我也認識到朋友 他們說 為什麼你的音準了很多 因為他們是彈琴彈得多 所以 因為彈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 繼續唱 不用唱得好 也不用唱大聲 或者細聲 你跟著 盡量 能夠自己的音 唱得盡 對於你彈來的時候 就會很有幫助 所以 我在這個 以後的課程 你都發覺 很多時候 都唱歌 很大一個 角色 扮演 OK OK 我在這裡 停了第一個部分 是Lecture 1 這個就是 所謂的 講完這個 Overview Course 是怎樣 下一個節 我們就會 再講 怎樣 正式開始用這個 簡譜 OK